今天好早就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海賊戰隊中的林氏的編號林氏的 應該算是輔助機器人啊 風雷丸 然後出處是在 之前本人也有介紹過的 忍風戰隊破裏劍者中出現的機體 應該不算說出現機體 從中出現過的 要講武裝嗎?好像也不太對 然後身體是這樣 然後可以看到這樣 不小心打開就是看到他的臉了 注意看這邊是粉紅色 然後組裝給大家看 他主要就分成 基本上就是他們海賊戰隊系列的一個特色 就是都會把所謂的身體的部分 就是武裝的部分都可以分成所謂的 好幾個部分 然後到時候可以拆解 裝在手腳啊部分 像之前有介紹過的 魔法戰隊 之類的都有啊 然後裝好 兩個腳是扣上 然後手... 呃...手底件部分扣起來這樣子厚 然後... 就是這樣 這裡 嗯...為什麼扣不起來 好...這樣...這樣子 這有兩個卡榫 跟他這邊兩個卡榫 做連結 因為這一組我沒有買... 我沒有拿到說明書啊 所以... 說不好裝 倒還不至於到不好裝 但是... 還是有希望可以有說明書 然後這旁邊有兩個卡榫 打開 扣上去 扣上去 然後... 這是所謂的... 封雷丸啊 背後背了一個... 注意看這是他們海賊戰隊的... LOGO 然後正面看這樣子 然後面具是可以收起來的 因為到時候大盒體會用 也可以打開 然後這邊有兩個手臂啊 然後... 手臂... 這種形態下 兩個手臂這算是可以旋轉的啦 然後這個我記得應該也可以... 這個也可以收起來吧 我記得沒錯的話 像這樣 像這樣扣起來 可以收起來啦 因為他這個沒有很緊啊 扣成這樣 封雷丸 側面上... 後面這樣子 這是封雷丸的一般形態啊 然後他也可以跟所謂的... 豪快王做合體啊 然後他其實豪快王的合體模式其實很簡單 就把所謂的... 手腳... 全部拆開啊 然後注意看他對應的部分 然後把那個... 他的胸口 身體的部分 全部打開 然後注意看裡面 然後他像這個 這邊有粉紅色的印記 就扣在... 就裝進去粉紅色那一塊裡面啊 然後... 然後... 這一個是黃色 黃色就裝在這裡啊 裝好後扣起來 然後剛剛的... 右手部分... 這對應藍色啊 注意看這邊有個藍色的印記 卡榫 這裡 打太高 卡榫對應這邊的卡榫啊 就一樣 一樣的就是... 各自的卡榫 各自對應啊 然後綠色的對應... 我再收手 左手的部分的對應左手啊 然後扣起來 基本上卡榫都收回去後 把他的所謂的... 後面的手裡鍵拿出來 那手臂拿著啊 然後... 然後... 頭的部分... 頭的部分... 則是這樣... 這邊的卡榫... 紅色的對應... 紅色... 這兩個... 我差點忘了這兩個 要先收起來 然後... 組裝後... 塞進去後... 先把所謂的... 頭... 欸... 他要把他的這個頭... 帽子... 拔掉... 然後就一樣啊... 旋轉... 他就會把各自的零件都... 彈開給大家看啊 胸口的為什麼沒有彈 胸口沒有彈 胸口自己拉嗎 彈起來 扣上去後 扣上去後 那個原本的 不夠高 扣上去彈起來又變成這樣子 然後這個零件 這個零件就 建議這個胸口這個 把它拆掉沒關係啊 扣成這樣 然後原本的 彈開後的這個 照理說它這應該要彈開啊 我懶得再裝了 就直接彈開後 這邊注意看這邊有個卡榫啊 這邊有個卡榫 跟它頭盔的卡榫做連接 扣上去後 它兩邊有像耳朵的零件 打開 然後這樣就變成所謂的 破裏劍豪快王啊 正面看這樣 基本上就是所有的劍都彈開 正面看這樣 然後臉是這樣 側面上啊 感覺被砍到有點痛的感覺 然後後面這樣 後面基本上沒有什麼變化啊 這是所謂的 本人的海賊戰隊中的最後一款啊 忍風戰隊的破裏劍 風雷丸的零件 然後這個是 破裏劍 好快王 有興趣的朋友考慮啊 我記得 風雷丸本身好像五百多塊就可以買得到 不算貴啊 就 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比較微妙一點是它的劍 不是啊 它的飛鏢其實也可以讓 右手 左手拿啊 像這樣 這邊看這樣 有興趣的朋友考慮